大家晚安 今年西北太平洋上第三号台风采云 已经在晚上八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局也在晚上八点半的时候 解除了采云台风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同步发布了热带性低气压特报 警报虽然解除了门雨封面接讯影响 将会给各地带来普遍的明显降雨 我们先来谈谈热带性低气压 虽然已经减弱了 但是它的位置非常接近我们 是在恒春东方的近海 它在短时间之内还是影响我们 所以气象局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 提醒大家留意对天气的影响 首先我们还是要提醒海面的风浪 巴士海峡及东半部的海面风浪仍然强 而且在西南部的沿海地区 恒春半岛 东半部的沿海地区 以及绿岛蓝雨 还是会有长浪的现象 所以提醒朋友们 在这边的海上以及海边的作业和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另外今天晚上到明天 恒春绿岛蓝雨会有八到十级的强阵风 台东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也会有强阵风 请上述地区的朋友也要小心强阵风 带来的不便 在未来的天气 在南边有台风 北边有封面 双重接近台湾地区的情况之下 从今天记者会 我们也告诉大家 这样环境提供了台湾地区 对柳云系发展的有力环境 今天下午在北台湾 在北台湾以及在中部的地区 有下了明显的降雨 而这些的雷达回波显示 我们可以看到 中部地区的雷达回波显示 还是有旺盛的对流云系在发展 这旺盛对流云系 我们针对它 今天在傍晚到现在 又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 我们针对了台中 南投 云林 嘉义 彰化这些地方 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 截至目前为止 最大的雨量 在今天傍晚 是五点到六点的时候 出现在南投的捅后 112.5毫米的降雨 另外 随着它的发展气象局 也发布了豪雨特报 我们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 在南投 云林 嘉义地区 台南山区 高雄 屏东地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而在台中以北的山区 海宜兰地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我们也会针对 对流的发展状况 随时更新滚动 相关的预报 封面即将来 来影响我们 并且在台湾上空 滞留到下礼拜一 会给各地带来 普遍的降雨 尤其是这个周末 我们可以看到 封面带上的对流 游戏旺盛的发展 这个周末 在封面影响之下 各地都会下震雨或雷雨 尤其是西半部地区 和东北部地区 下雨的时间长 会有短时的强降雨 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或局部性的豪雨 甚至南部的山区 也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 气象局会监测 整个封面的对流云气发展 以及豪雨的状况 有可能在明天早上 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 我们会用比较频繁的时段 也就是每三小时 提供更精细的天气预报 以及雨量预估 提醒大家留意 在我们大家同心期待 降雨可以疏解旱象的同时 气象局还是要提醒 旺盛对流云气上的剧烈天气 向瞬间强降雨 闪电累积强阵风的情况 会带来不便或是灾害 所以要提醒大家 要随时留意气象局 所发布的讯息以为因应哦 以上是今年西北太平洋上 第三号台风采云的最后一次 警报的记者会 由于没有提问 有关照的谈文 再现在就是什么 是一个旅时的谈文 是准备的 好朋友 我记得我 是什么 根本